穿上马来西亚当地服饰 志工粉末登场 志工带领大家跳着马来西亚传统舞蹈 身上也是特别装扮 这一气为了关怀来台读书的外籍学生 很多外籍生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只有在学校的学习 那他们就有提出需求 那我们相对的我们就开始做关怀 外籍生他在台湾一定会很孤单 所以我们外语队结合社工的力量 然后我们进到他们学校 然后去陪伴 去关怀 这个就其实很像上人所说的 那个义的爸妈 那我们是外籍学生版本的义的爸妈 从西兰卡到台湾读博士的学生 主动当志工 因为它是在家 所以我非常愉快地在这里 如果你们在家 非常愉快地成为博士 因为我喜欢博士 2023年2月起 志工每个月以不同国家为主题 举办国际学生联谊聚会 更带入舒适环保理念 平常可以跟外籍学生交流的机会不多 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顺便认识那些新朋友之外 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些当地的知识 跟其他的东西 希望把我们的高温村 从外传达到 他们每一个国际学生的人与人之间 到竞争场这样的场域 更能够让他们去多理解实际说 在全世界所做的很多的一个善行 志工还开设了中文课程 精动态活动的精心设计 希望外籍学生能够成为菩提种子 未来也能够把慈祭这份爱 带回自己国家 大爱新闻学员萧红树高雄报道